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最後再丟一個問題 好啊 不會不會 可能這實在是已經變本人了 引導大家 應該問問題這樣子 引導大家 大家的經驗裡面 對你有意義的問題 這件事情是怎麼發生的 我們今天談了很多 其實跨領域的學習 或是合作業老師要從問題開始 問題不是別人丟給你的 而是 3號出現了一些對你有意義的問題 大家的經驗裡面 如果你有過這種經驗 它是怎麼發生的 我相信每個人各自都有自己的生命歷程 然後不同的事件在你身上發生一些作用 那我看到的情況是這樣 第一 我們需要走進現場 走進那個問題的現場 我們是要在現場裡面感受那些問題的面貌 我們不只是在現場感受那些問題的面貌 我們還在現場感受到跟這問題相關的人 他們能實際的感受跟思維 那這裡可能有不同群體 跟我們自己的生命經驗其實差也很大 可是這些問題就發生在他們身上 他們在承受著 那當我們實際去意識到這些問題的面貌 以及相關人的感受思維生命經驗等等 你開始在心裡面會有感覺 所以我強調的是那個感覺 是你自己的感覺 那你有了這樣子的感覺慢慢累積下來 你怎麼樣子能夠發展出一個比較清楚的思考架構 去理解這個問題 對我而言的就是第二個層次 去理解這個問題 因為當你理解了這個問題 你就覺得有方向感 所以前面是那個內在的動力 就是我在乎這件事情 就是情感感受面 第二個層面是理解 就是有方向感 那我想再加上第三個面向 就是我真的有機會去做一些努力 而這個努力也真的好像 能夠對這個問題的改善帶來一些正面的影響 就是那種創造感 就是我不是無力的 我在面對這些事情的時候 我不是一個無力者 我是有力量 能夠去帶給這個社會一些影響 所以從情感層面的在乎 到問題面貌的理解 到一些行動的嘗試 然後肯定是我的那種有力感 這是我自己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 我很希望在我的角色上面 有一些不管是課程也好 活動安排 然後讓年輕人有機會 去累積這些事情 但是我覺得這個 作為一個基本的理解 就是說對於自己有意義的問題 那是怎麼發生的這些事情 其實是我們每一個人的人生功課 所以我就提供這三個面向 給我們現場所有的朋友 可以也許作為將來發展的一些思考方向 謝謝